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回到第二节 刚才我们提到现在进入了太空竞赛2.0 我们不需要解释后面的原因 为什么呢? 今次的太空竞赛和第一次的太空竞赛 背后的原因应该有点不同 但是眼界比以前阔了很多 竞赛在哪里呢? 首先当然是中国 中国很多方面都是以暴易吹的 现在中国公布了 有人这样说 我不敢说中国官方正式公布 就是2030年会派人上月球 即是他要赶在美国新一代的技术 再登月球之前要自己找人登到 不止的 接着你在外星的观察 不是登月 简单 在2030年在月球有个基地 是的 这也是摆明就是瞄着美国来说 暂时的竞赛来说我会说美国领先 因为它在火箭技术上 真的领先一些 如果中国正在做的那些长征8号 他都希望能够做到reusable 但是你怎样能够可以很准确地 落地那套这样的技术呢? 中国就尝试去掌握 中科院有一些很原始的火箭在玩这件事 就尝试如何控制射上去 然后自己可以落地 这件事SpaceX一早就在做了 但你要看到 中国更加看着美国来后面 亦想同时间几件事追 别人上去遇量射机地 即是建基地他又想做 然后别人要做一支可以回收的火箭 他又说要做 那一段时间我们稍后都会说 美国那一段时间做了个火星的 全天后的整个Google Mars 即是拍摄火星的全相 然后可以让你在电脑上按来按去玩 中国又说自己公布了一个 但你会发觉每个派迷比 全部中国都在落后紧 但又这么说 起码它是一个 会有意识去追美国的国家 如果你看看其他国家 可能连这样追的苗头也未有 但是以现在这个速度来说 2030年 即是被美国太空总署 订计计划早四年 你看看如果中国真的要做到这件事 在哪些方面他们要急起直追呢 我会说全方位 因为你建立月球基地 你说的标准是多少 如果美国说的那种的月球基地 是有完全自给自足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 SpaceX的Starship 他将来做好之后 是希望能够帮美国 带建筑机器上去 带建筑材料上去 甚至乎是带能源装置上去 即是一个微型的核电机组 带上去月亮那里 于是他就可以能源在那里自给自足 然后就是有那些能源 有那些机器 直接在那里搞地盘 起东西 可能是机器加上太空人 两边一起帮忙 但是这些东西 在中国来说 有个苗头 譬如说那些微型的核电装置 他们有搞的 但是详细的设计是怎样呢? 究竟现在是正在建立的 究竟吹吹吹用是怎样呢? 它建立了之后 是否适合摆上太空那里呢? 跟着太空那里就是说 中国那支大推力火箭 能不能安装这一架 这样的微型发电机组呢? 这些问题我会说一拍在美国那里比 就更加的不确定性更高 所以我会说目标是远大的 但是要追的距离就更加远 嗯嗯 但是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建个基地而已 你不是很当地在地球建楼 大哥 你去到建 你也要起码落了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否真的 你起码落了一个地方 看看那个地方是否要建立的 不是在上面拍照 是假设在那里的 你地球已经建立的也是 你要去嵌探 当然你不是要建立三十多栋楼 有升降机和升降机 因为你也是建立 可能是一层起两层子的建筑物 一个可能像香港太空馆一样的形状 有个Doom 有这样的东西 想要插枝旗 所以也要插枝旗 上面有插枝旗 那整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坚固的 一层式的建筑 那里面也可以加压 然后可以密封 有维生装置在里面 所以你未必需要卖 你不是说要好像在地球上打桩 打到很深的 几十米打桩 他又不用做这些的 但你起码有一层坚固的 你要建立一个可能一层的平房 建筑物这类的东西 然后最麻烦的是建筑的材料 其中一样很值得留意 就是在太空总署研发这些太空材料 其实是很密合紧固的 你怎样利用其中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就是你怎样利用月球或火星的土壤 你建立一架很硬的砖 如果你可以用那里的泥土 越是用那里的东西越多 越是不需要在地球上带其他东西上去 譬如你用那样东西可以做砖 做地追材的水泥 做胶水帮你去贴那些东西 然后也可以很密拢的话 于是你越能够就地追材 你的成功率就越高 火星有火星的做法 譬如有一宗我几个礼拜前 没有拿出来说 似乎它们能够用火星的土壤 来做一个很硬的砖 但是在火星基地未有之前 你一定要想到月球基地 现在其中一个物料科技就是 你能不能够找到 用到月球上的材料 来用最小的添加剂 来做一个最硬的砖 这是这样的问题 现在台长立即找到火星那宗 我们之前没有拿出来说 但是同一时间月亮 怎样利用月球物料 整个月亮的砖 来启动月亮的砖 这是在进行中的 但是有关小小事 但不是很直接 就是我们也在开发一些 可以在太空中用 亦可以用在修补太空上的材料 可能是你的建筑崩壊了 可能是你的太空船有些部件坏了 你不能打电话 召地球和你车一些零件上来 你缺少任何一个元件 如果一个元件你都做不到 所以有一个可能大家想到也想不到 就是你什么要带上月球基地 甚至是在太空站上 3D打印 但要3D打印什么呢 要刷出豆腐也无用 所以他们现在在想一种 可以拿来做3D打印的一种墨水 不是墨水 是那种这样的竹 最后砌出来的那件体形 凝固之后是硬朕的 这周也已经有消息了 就是他们找到一种叫GRX810的材料 它可以用3D打印 打印出来硬了之后 硬度硬度很高 内热程度亦高 很适合在太空那里 你问什么是太空科技太空新材料呢? 就是由台长展示出来这一块 这种叫GRX810的材料 那是什么呢? 这种是一种复合的合金材料 而且牵涉到一些码 一些淘瓷质的材料 它很适合做内热 而且你也知道淘瓷质的材料 就不像我们家的碗 它可以做到很硬很硬 那些不碎的材料 而且更难的就是 你怎样把它变成一种可以3D打印的材料 你做得到这件事 在太空的建设和维修就有得想 所以我觉得你建立太空基地 那些技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带到你由火箭的建设 能源的装置 到你建出来的物料 如何去做到尽量省材料就地取材 我会发现很多消息是以星期或日的计算 这样封过来就在美国出现 我相信是后面看到的 就是传门计划要向月球基地买准 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再加以细致 但我想问一件事 我可否用另一个方法去做这件事 就是我有太空仓 我只能写一个太空仓落都以求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你也要接驳其他装置 你如果这样说可以是一个预製件的意思 你直接上去丢下去 我觉得绝对可以这样做 但你如果要有一个扩展的空间 我现在说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太空实验室 例如你当参考国际太空站 每次就是由火箭穿梭肌 每天拿机箭上去 就是逐一逐一陷陷上去 如果你仍要依赖在地球上 每一个预製件放上去 和你在上面已经有机器就地取材 那一定是后者的计算成本多很多 还有扩充能力高很多 和在佔领能力可会高很多 好 好,刚才我们说过 其他国家亦是逆步逆吹 包括主要两个国家 其一不是日本 其一是印度 印度我也稍微有最少有这部份 是昨天应该失败了 这要靠你介绍多一点 这件事是做什么呢? 没有的 它是像美国一样 它是私人公司做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iSpace 是Moonlander 是纯机器 下车后失去联络 现在估计应该是一个失败 现在究竟是想怎样呢? 就是这个是想做一个Rover 即是类似火星 还有另一个是很小的 一个很像网球那样小的robot 是给一个玩具公司做的 是 但还是回到美国了 因为整个东西都是SpaceX做的 但是用了五个月 但到了这个情况下 到了月球就失联 我不会觉得完全失败 因为它起码都能达到touchdown 是 去到295呎 现在都是私人公司之间的合作 我说说它的specification 两米国重340kg 都是小的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容易搞的 是 但问题是它连龙宫都上岛 为什么月球会搞不好呢? 你讨论 是几回事 龙宫上岛 龙宫的引力很小的 其实你说龙宫的技术 今次会不会有参考价值呢? 当然有 但是月球有它独特的物理条件 你那个加速 怎样去煞停 上次龙宫的那个 你稍为靠近 懂得去减速 由它的自身引力慢慢控制 那些撞击力 因为它那个龙宫是小行星 它比你的慢又引力少 那些东西就慢 然后控制它的力 冲击力又会不会那么大 但是当你跌不到 很容易有偏差 或者不注意在上面跳得高一点 你就会弹出来 那就是你控制一些比较就真的东西 就有它的难度 但是月球相对是比较重一点的东西 你一扯进去一跌就跌下去 对它来说是两种不同的 相似都是万有引力的 但两种不同的经验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白套 如果是日文来说 但我不敢肯定 Anyway 日本这个 似乎你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苏联、俄罗斯、中国、美国 他们想月球 都是技术比较成熟 但其他国家不是的 好几个都失败 意识也试过 是 日本其实也听不少 他们多发射失败的东西 但怎样都好 他们都是一个有能力 帮助其他国家带卫星上太空的国家 日本也掌握一定的发射能力 对于火箭来说 它不是很新手 但我会觉得近年 比较一个异军特戏 反而是印度 但你先说一下 刚才你说的日本帮其他国家射卫星 是否帮新加坡 印度有帮新加坡 印度也帮新加坡 日本多数会帮台湾 帮台湾 你看到大家的阵营划分得很清楚 我们要谈到印度 为何特意提到他们呢 其实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提供了 商业的火箭发射服务 帮你把卫星带入轨道 这次他不是第一次 但我忘记是第几次了 但一次过帮新加坡带了两颗卫星上去 但为何特意提到呢 就是那两颗卫星里面 有一颗就是地面的气象观测卫星 另外那颗是由南洋理工的 那个EEE department 就是电子及电机工程系的 学生做的人造卫星 是真是由一班研究生 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 自己砌一个出来 然后就找请印度 帮他们写上去 然后自己用回 那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就是 台湾一早有这件事 台湾的大学 当然他就在研究部门做的层面是多的 但你发觉就是说 这些被人造卫星成为 训练学生这个游戏的东西 在美国很早也有 但现在你看到新加坡 南洋理工 一个普通的电子及电机工程的部门 是由国家批判款给学生去做这件事 那我们也认为可以了 你问我呢 其实是这样说 尤其是在华人社会 你找到台湾有人、大陆有人 有心有人搞 譬如找一群港大Triple E的学生 是可以的 但是 这么久也不见有人做 但是然后我们一直以来看到很多 就是说香港的研究小组 黏着国内研究小组帮忙撿头撿尾 弄到机械臂便循远了 也不要说弄了整个人造卫星 因为你常常告诉别人 你不黏着其他地方做 没有人走 但是人家已经自己做完 自己再找人射上去 是不是 然后我们之前甚至说过 你想想在美国 Brunner University 那个普通本科学生 自己一堆人这样做了一个 就是说最便宜成本的卫星 可以放上去用的 只要找谁帮你放上去 这件事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 这种太空科技的事情 原来你已经变成了 普通大学生的教材和玩具 其实可以是 即是越来越容易的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 做人的卫星有多难 说得不好听 你真的不用去读博士研究生 普通undergrad 再加一些碩士研究生 已经可以砌到一个 你可以跟它放入轨道之后 可以跟它做同事 如果你是小孩听也好 或者是家长听也好 你就试试 你的子女未入大学 已经设计了一个人造卫星 你真的不要读香港大学了 你读MIT、CIT这些 设计,不是真的做 是设计 即是怎样都好 我觉得这些人外面进步得很快 我们以前很难想像 印度有火箭 但现在印度基本上已经提供了火箭发射报告 帮你把卫星放入轨道 然后整个东盟的国家南亚 已经有他们积极的太空活动 我们说的比较少 但其实全世界已经急起直追 反而反过来俄罗斯那些 有但相对比起冷战时期沉殖了很多 没有钱 反过来相对很肯扔钱的就是中国 但始终最领先的技术依然在美国 美国多方面都有优势 尤其是肯给私人报的公司去做这件事 那个速度更加快 刚才你也曾经说 他不怕错 是 他错了不需要去问纳税人的钱 怎样浪费了 不需要accountable 所以accountable不是 他不需要找出错误 而是他不需要告诉你 我因为这个错误 花费了多少钱 现在所谈的Elon Musk cut out Rob Paul 将从白基因 launched Birmingham 没有出神 对他的话他不是在罐 他都是不是第一次 多轻松 如果你说nasa就向香港学校 所以这是一个很醒获的 你也看到日本今次是找私人公司去做 是的 在那种经济经营的思维上 我觉得是一个革命 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记住 我们强调很久之后 这个泰国竞赛有它本身的军事以后比 你在这里输是很严重的 但是这个问题又超出了我们的节目范围 留下你和君无器人那边再探讨 至于印度方面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下一节再回来 好 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